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聊日本的第六期 如果你是新来的小伙伴 建议先从第一期开始看 这一期会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毕竟话题比较敏感 我也会讲的比较隐晦 而且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层面 讲的可能也会有点乱 所以还请各位兄弟姐妹 叔叔阿姨谅解 好废话不多 进入正片 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聊 当日本和性两个词同时出现的时候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 日本的风俗行业和爱动电影 毕竟在这方面的文化输出 日本是在世界第一梯队的 我要声明一下 我没有去过风俗店 也没有做过男游 所以以下都不是经验之谈 只是个人观察 如果有讲对的地方 春树巧合 当一个产业的形成 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下 这个国家的法律 日本的法律 对两者的容许度极高 有热爱日本文化的小伙伴们 可能已经了解过法律部分 但是有很多细节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 关于风俗部分 有两个部分十分重要 首先是针对个人交易的 卖春防止法 注意是防止不是禁止 这不是一个概念 所谓的防止 主张的是对交易双方的保护 认为交易双方均为受害者 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教育 而不是惩罚 这点其实我个人表示赞同 为什么赞同 后面会讲 这起因于日本在战后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混乱 很多家庭是靠女人 出去做风俗来赚钱养家 所以性交易 在那个时代是被默许的 之后的法律 虽然有做调整 但大框架还是持续了那个体系 也因此催化了性产业的发展 插一句 其实在明治年间 还有更荒唐的是 下一期讲 不过在卖方未成年的情况下 买方会触犯未成年买村法 还有细致到 在未成年隐瞒了自己年龄的情况下 促成的交易的法规 日本的法律跟日本人真的很像 细腻却模糊 我一时半会儿发布完 所以不重要的细节 就先让他搁浅 再说针对营业性质的相关法律 简称风营法 这里的法律就非常有意思了 以满足异性信号器为目的提供的服务 且无性器接触的 在合法范围之内 这里的信器指的就是生殖器 也就是说在双方的信器无接触 注意是双方都是合法的 这里还要结合卖村防止法的另外一条 促成买卖双方交易 及提供交易场所的责任者是违法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奉俗店 不接待外国人的第一个原因 其重点不是不接待外国人 而是不接待不懂日语的外国人 因为店长在跟顾客讲解各种规矩的时候 顾客听不懂 所以一旦出了差错 店长就有禁局制的风险 而且还有单独针对外国游客的法规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受了爱动电影的影响 爱动电影为了效果会有很多比较极端的行为 导致外国游客以为在风俗店也能体验到相同的事 从而发生过女性服务人员受伤的事故 有了暧昧的法律 也就诞生了无数创新的风俗店 你能想到的服务都有 但大多数风俗店依然提供本番服务 从男性的角度看 我认为男性对于性行为本身 有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欲望 是追求结果的 所以对本番的需求是压倒性的 那么法律明确禁止了本番行为 为什么店铺还能够提供呢 明面上是不提供的 但是在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 双方产生了爱情 从而自发的发生了本番行为 这个作为店铺是无权干涉的 据说细心的店铺 还会让服务人员准备一些手写的情书 作为爱情的证据 再说爱动电影 爱动电影在日本是影视行业 不是色情行业 促进人员是演员 是演员 这涉及到包含麦春防止法其中的三条法律 简单的讲就是 影片不得有本番行为 只可以演 不可以在公共场所拍摄 不可以公开展示关键部位 不可以强制出演 影片也只能售卖给成年人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看到的大多数爱动电影都是有马的 因为打了马 你就不能说演员不是演的了 而无马的 其实就是在合法国家注册的公司和网站 来避开日本的法律 不能公开销售 在疫情的影响下 日本情侣就有自拍打马的视频上传某站 还在油管开通了官方频道用于宣传 当然是不是真的情侣无从考证 从事情产业上看 日本的性观念的确很开放 但是在生活中又很两极 我个人认为 日本是一个靠规则 而不是靠道德生存的社会 简单的讲就是没有集体道德观 一旦没有了规则的约束 任何事情都可以野蛮生长 同时日本人又对于羞和尺 划分的非常清晰 羞于性 但不以为尺 在久后热衷于无底线的性话题 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 但我看像个段子 却又感觉很真实 一个中国男性 约了一个原交的日本女性 见面后 出于对对方的颜值的惊讶 好奇的问了句 你这么漂亮 为什么不找个有钱人嫁了 女方的回答是 我是有尊严的 为什么我觉得像个段子 因为这位男性的逻辑 明显不符合于日本的主流价值观 要么他刚到日本不久 要么他根本就没在日本长期生活过 靠想象编的 感觉真实就是因为女方的回答 比较符合我了解的日本的价值观 在日本的公众场所 不要说接吻 连牵手都很少见到 而在夜晚的街头 却会被各种搭散 交流没有障碍的话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 在东京的某个地方 聚集了很多巴 去巴里的男女 目的都很明确 看到心仪的对象 过去搭个散 如果没有被拒绝 喝几杯就可以换地方 进入下一个环节 很多在东京工作的人 为了节省房租 选择住在东京近郊 而日本的出租车非常的贵 从而促成了很多 没有赶上末班电车的男男女女 尤其在周末晚上 毕竟在连锁酒店一晚 AA下来每个人才几千日元 是外表不会过差 再来看看日本人的成长环境 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 就非常喜欢泡澡的国家 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 和家长一起泡澡 是非常正常的事 因为女主内 男主外的传统家庭配置 还催生了爸爸澡这种文化 爸爸每天在外面忙碌 和孩子的接触比较少 所以让爸爸和孩子一起泡澡 既可以增进感情 又可以分担一些妈妈的家务 让妈妈有时间 可以做一下其他的事情 这倒是合理 但是一起泡澡到几岁 没有清晰的界限 一个居住于美国的日本家庭 爸爸一起泡澡的作文后 通报了警方 按照当地的法律 这位爸爸的性侵儿童罪已经成立 艺人刚历彩牙 25岁依然和爸爸一起泡澡 艺人后腾珍惜 在29岁的时候 和17岁的侄子一起泡澡 等类似的事情 引起了包括日本人在内 全世界范围的热议 这些都能在网上找到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找看 我有几次比较记忆深刻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是在酒店的温泉 温泉是男女别誉的 刚走进男更衣室 就看到一个爸爸 在帮一个小学生样子的女儿吹头发 都是光溜溜的 吓得我犹豫了好久才脱了衣服 然而周围的其他人 并没有表现出意外 另一次是在露天温泉的更衣室 情况大致相同 我在第三期里讲过 为了避免尴尬 日本人通常不会对周围发生的事情 表现出好奇 不排除有这个因素在 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泡温泉的人 泡的次数不多 所以理论上讲 随着我泡的次数增多 可能见到的类似情况就会更多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这两次 遇到的都是不太讲究的家庭 所以只做分享不下结论 如果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还有一次朋友聚会 其中一位聊到了这个话题 她的女儿12岁 因为她工作在东京 但是家在很远的城市 所以一年基本上也就回去一次 某一天回家 问女儿要不要一起泡澡 被女儿拒绝了 于是感叹孩子长大 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 她是有一定失落的 我在网上查 关于爸爸找的相关信息的时候 看到最多的就是在问一起洗到几岁比较合适 结合爸爸找这个话题 引起的世界范围议论 可以看得出 一日本这方面的文化确实独特 二是日本人自己对此也有忧患意识 我个人认为 作为家人间的情感亲近倒也没什么 但是一个孩子在这种文化下长大 对于性的理解和观念 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 日本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有性教育 后生劳动省的主业 就有针对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导指引 中学开始同真毕业 就成了男孩子们的关注点 在女生的世界也存在 到了大学如果还没有毕业 就会比较着急 我在第三期讲过 日本女生很早就会谈恋爱 因为在日本没有早恋这个概念 对于处女情节 在日本也是几乎没有的 相反 大多数男生会对一个到了二十几岁 还没有过性经验的女生 表现出不安 至于男生除了可以跟动漫人物 恩爱一辈子的大宅 正常男生获取性资源的途径很多 所以没什么担忧 而女生方面 到了二十几岁 如果还没有过体验 自己也会感到没有面子 还会被其他女生嘲笑 因为这被视为没有魅力的表现 所以有些女生 即便还没有毕业 也会故作老司机的样子 热衷参与性话题的讨论 营造一个经验丰富的自己 以便在周围的圈子里 获得一席之地 不被排挤 不过毕竟是学生 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么乱 毕业的对象 大多都是男朋友 少部分没有着落的 会找帅一点的学长 至于原教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我还查了一些 关于男女出题院的 年龄的调查报告 但是越看我越混乱 包括经常做调查的橡胶厂 和一些杂志 数据有很大的出入 有的调查 甚至调查对象不足一千人 所以我认为没有参考价值 就不放出来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查查看 我不是刻意做对比 但是我的确只有在中国 和日本长期生活过 我还收到过私信 竟然让我讲讲韩国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在中国 男方追求女方的比例 可能要大于女方追求男方 通常男方约女方出去 吃吃饭 看看电影也都正常 但是再往下一步发展 至少当天可能性不大 这里要排除 双方本身就以YP为目的的情况 而在日本 男方约女方出去 女方通常不会马上答应 但是一旦答应了 基本上当天 就可以走到最后一步 另外在日本 男方拼命追求女方的情况 其实也很少见 如果日本女生喜欢一个男生 会很主动的约你出去 或者告白 对于性需求 也不会有任何隐藏 便利店里 女生一个人买香蕉的情况 也经常见到 在日本 男方为中国人 女方为日本人的情侣 或者夫妇非常非常少 但就我所知道的 女方追求男方的情况在多数 讲到这里 为了避免误导 我必须要补充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刚到日本 或将来要来日本的男生 一定要注意 日本人讲话是很暧昧的 这个暧昧不单止情感 是全部 而且日本文化里 没有直接拒绝 不要跟一个日本女生 聊得很好 就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在十分确定之前 都要保持好距离 否则如果女生说你性骚扰 她不用先向警察提供证据 而你先要证明你没有 类似这种事情发生过 不是我啊 网上可以查到 回到前面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赞同日本的法律 对交易双方认定为受害者 很显然 日本的性产业已经发达到了 性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源 学生缘交 妇女去做风俗补贴家用 从学生到中老年去拍爱动电影 如果出于自愿 没什么好对其指手画交 但重点就在于 交出资源背后的无奈或被迫 小伙伴们对此 肯定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观点 发到评论区我们讨论 说到讨论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上一期的评论了